仔細 repetition 大家好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最近火到不行的電影 《鬼滅之刃》無限發射篇 看這個賣A片的地方占了這麼大的位子 你 sẽ知道這部電影有多紅了 今天就來帶大家來看看這部票房突破天際的神作吧 故事簡單來說就是主角碳刺狼為了拯救 變成鬼的妹妹迷豆子而他上斬鬼之旅 有一天一個叫做迎夢的鬼衛商城 鬼殺隊的隊員混進蝴蝶忍 還有蜜梨跟迷豆子的屋子裡 然後大家都陷入昏迷 迎夢就讓大家做色色的夢 然後那個蜜梨就夢到跟魔羅 那個那個 蝴蝶忍就夢到跟姐姐那個那個 然後有一個古之助來亂入 三個人就一起那個那個 然後迷豆子就夢到跟哥哥炭治郎那個那個 最後炭治郎趕來把鬼殺死 然後就演完了 我不懂為什麼大家都說這部電影超好看 超感人什麼的 我覺得還好啊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那個那個 也沒有什麼打鬥 只有古之助突然亂入進來 讓我覺得有點好笑而已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的演技都很差 感受不到這個劇情的張力 總而言之 這是一部不錯的電影 還沒看的人 趕快去看唷 好看唷 好看唷